Hello 各位球員大家好 我是王大仙 隨著三井獸的洗心革面 我們終於等到進階的形態了 這條影片主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進階三井的天賦基本成型的點法 和能量套潛能的一些搭配問題 沒那麼多廢話 我們開播吧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點贊 訂閱 分享 兼且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進階球員的最新動向和最新實戰 首先我推介點到回溯控制 在這招先讓進階三井可以變身成超級殺藍人第三代 即是在對面回合時你不耗大絕時間 哪怕你未學到其他進階的招式 你只踏一個能量之光的話 已經足夠射爆對面 我當初最早點出這招先 接著就是MVP反轉 其實有這招反轉的話 你在外線就足夠橫行 即是就算你想帶球入三分線打 你一段彈後的話 其實得分能力已經很不錯 兼且你一頁了MVP上籃 即是如果你是比數領先的時候 你只用3加2的時候就已經很穩 接著就是雙彈後 其實有這招的話 基本上所有新動作都齊了 可以體會到進階三井射爆對面的爽快感 最後就是雙彈後Fade Away 這招就感上天花了 你間不中兩招溝住過來用的 超乎你想像 剛才說過這招如果你點完 已經是基本成型的階段 剩下好像撲拳那些 有空慢慢點 如果剛才說那些全部點完 大概我個人會推薦你點到弧索控制去到三級 即是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有機率可以一場開多個MVP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的性率都會提高 按照之前這樣的點法 你基本成型所有好的素材大概就是這麼多 即是考慮到如果你想弄到能量套的話 都是要耗一點資源 幸好華為英雄市場又推出新的活動啦 這次活動除了灌籃高手的充值優惠券 還有灌籃高手的遊戲禮包 還有正版灌籃高手手辦 畫框和MIDI籃球 哇 這些正道看得到超想要 現在就當我教你們怎樣拿吧 進入華為英雄市場 點擊最頂的橫幅海報 見到灌籃高手活動熱面 點進去就可以拿到優惠券 還未懂得拿優惠券的朋友 可以點右上角看我之前的影片的link 裡面會有詳細的介紹 然後我重點推薦這次的第二個活動 就是拿去灌籃高手 遊戲禮包和手辦活動 依然是進入華為英雄市場 點最頂的橫幅海報 見到活動熱面 然後點進去 這個活動的玩法就是 只要在華為英雄市場裡面成功充值一次 那你就可以拿到遊戲禮包或者手辦一次 多消費 多拿禮物 如果你可以推薦你的朋友一起消費的話 傳個截圖去華為的遊商就可以了 消費截圖最多到前36位 就可以拿到很漂亮的禮物 禮物還很有誠意 有很多價值上千港幣 有拉塔 手錶 最新耳機和Speaker 聖誕快到了 大家可以多點留意華為英雄市場 接下來就會推出更多的活動 讓你玩遊戲可以花更少的錢 買到更多的資源 同時還有禮物 OK 接下來我們說說能量兔的核心 首先當然要有希望之光這個特質 話說三井你帶了這個特質之後 你可以增加9秒鐘 嘩 不是開玩笑 足足9秒鐘 好持久 好堅挺的好不好 你一個大絕在39秒 而且對面的回合還不算消耗 所以進階三井可以成為平民戰神 這個最重要的原因 接下來就藍色的初始能量 這一塊其實都很關鍵 因為你開局你早一秒可以多一個MVP 你就早一秒可以改變這個局勢 雖然說是犧牲了少少基本的屬性 不過如果你最早三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多一個大絕 我保證你的收益無可限量 那最後就寬敷了 其實很容易理解 就是前期你未開到大的三井 你最穩陣去絕能量的方法其實就是打助攻 特別是混合得分比較強的人 例如流川、櫻木、小田、花營、仙道那些場面都可以 兼且你開MVP之後 對面三個人記錄你的話 你打助攻一樣可以絕到能量 即是幫你的MVP的續行提高了穩定的可能性 剛才說三件搞齊的話 其實你就等於搞定能量套的核心 剩下再搞另外那些 首先是綠色的抗擾和能量類計 其實一樣意思就是為了幫MVP可以穩定續行 黃色的都不變的 都是三分抗擾那一塊 最後就是秘密武器這一塊 有了這塊的話 最多是去到三分二十幾秒的時候 你又可以開出第一個大 在這裡的話 我個人是會有些不同的用法 當然我最近是把秘密武器換了下來 我是用回手感提升的 之所以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你純盟兩套 偶爾都會遇到這幾個干擾界的三大天王 你對著它們頂頭其實有點不行的 如果用回手感提升的話 雖然大絕是會推遲到大概2分40到50秒 不過你的頂頭能力的提升絕對是肉眼可見 而且就算你MVP結束了之後 你拆了五層的手感提升 你的三分是明顯厲害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說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 真是有些高手的三井 他每次左搖右擺都可以 必到空位出來的用秘密武器都可以 還是那句話 潛能這家東西沒有最好或者最適合的 自己用得順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這條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覺得是幫到你 或者對你有參考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點讚、訂閱和分享 下條片一如既旺會為大家帶來的是 進階三井深度向的攻略 敬請大家期待 我是黃丹仙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